外交部 中方不能同意 5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相关问题向发言人提问 对此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外处理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 1号决议确认了这一根本原则 赵立坚指出 民进党执政以来将政治图谋至于台湾地区人民扶植至上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赵立坚强调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了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 否则只会自取其辱